国富纪念馆一间南侧的小便斗 已经坏了半年都没有处理 一直挂着故障的牌子 而行政院长江一华在知道之后 就严辞地批评管方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严重影响到行政效率 他还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长龙应台 而随后国富纪念馆馆长王福林 就被记了一次宣洁 国富纪念馆内靠近中校东路 跟一线路口的这个公共厕所门口 新贴了一张告示牌 表示南侧从六号起要维修到十号 工人也忙着在厕所里施工 因为南侧水压不足 水管末端的小便斗长期没水 被贴上故障不能使用 已经长达半年 不只大差 你看那个大陆客多少人会来这里的地方 这是一个国家级公园 对不对 我们看了都自己都觉得很心酸 常常在这里使用公测的民众老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但就是不见馆方改善 直到前几天媒体报导 行政院长江仪化得知后震怒 还亲自打电话给主管的文化部长龙应台 经过院长关注 国父纪念馆方很有效率的解决了长达半年的问题 有民众觉得院长管太多 也有人觉得院长多管一点 当个院长管就太小了 他教大家进行这个 我们这个政府行政太烂了 要做的事情很多 不是只有这些小小点点的东西 像马路破破烂烂的 在行政院长亲自要求要在这短时间内修复 并严惩相关负责人员及主管后 文化部下午也召开考基委员会 通过对国父纪念馆馆长王福林继申解一次 其他人员依平时考核奖程规定 由馆方进行益处 记者许关子陈昌维台北报导